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9月21號的聚財線上 今天我們聚財線上很高興邀請到邱大哥 就是我們網路上的R10P0 然後他來到我們這個節目上 邱大哥在之前大概一個月 一個多月一個月前也來過我們這個節目 有興趣看邱大哥上次在我們聚財線上的影片 也可以在網路上再回顧 其實之前也都有,都可以在我們這邊看 今天邱大哥在我們這個節目上 要來跟我們討論一下 他這個選擇權的一些操作的觀念跟心態 要怎麼樣去操作這個選擇權 然後也會適時的跟我們講一下 可能我剛才問他說 上禮拜四有一天大漲了400點 那期貨然後跌下來 那在選擇權上面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可能等一下邱大哥也會跟我們來分享他當時 他的想法跟心得 那另外我要提的就是說 在這禮拜 這禮拜的週末的這個期間 這個有一個巨父講座 就是我們阿斯坪大哥 他這個在開啟的這個講座 那歡迎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也可以在注意一下網路上的訊息 那我們就來歡迎邱大哥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選擇權 那我的題目就是重新認識選擇權 我的心就是心態的心 我們要建立正確的心態 才能操作選擇權這麼複雜的商品 是 其實邱大哥對於心態一直都很重視 包括之前跟我們講的 要操作或什麼的 都是心態都很重要 對 對對對 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你會操作選擇權 然後超過半年 還在市場上 你應該就是一個合格的交易員 半年就算很久了 半年就算很久了 如果以期貨壽命大概有一年 選擇權大概三個月到六個月 對 如果快的話 運氣不好 遇到提早遇到上禮拜私的那個行情 可能一次就出場了 是非常風險非常高的 那我們來看 就是我的三個副標 是蓬蓬即將來臨 你投資一定要靠自己 以小博大的工具 台子期貨選擇權 你要如何才可以穩超勝算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重新開始 然後重新做起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你永遠都會是赤品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說 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你是不是有以下的這些例子 分析師說這檔標股保證大漲一倍 李專說最近印度不錯 你可以買起來放 營業員說這檔股票主力要炒 你再不買就來不及了 常常聽到嘛 研究員朋友說這間公司未來三年都會賺錢很穩 這算半內線了對不對 已經是資深研究員了 比較淺的報紙說年底要選舉 你現在買進正是時候 對 有些是老公今年 去年賺了50% 今年再賺30%好了 把我的資金也拿給老公來操縱 政府說今天要拼經濟 股市一定會好轉 這些話大家都常聽 你可能是其中一個例子 但這些關鍵為什麼會讓你永遠都是赤貧 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剛剛這些所有的事情 通通不是你 沒有一件事情是因為你自己的努力 或你自己的心得而進去做這個交易的 所以因為這些事情而發生虧損 你一定不能接受 無論是你老公 其實是你的老公 幫你去年賺50%你很高興 今年把定存100萬解約拿出來 今年虧了30% 就會造成夫妻失和 事實上不是他的錯 而是你沒有了解這個市場 你就冒然的投進去 把你的資金交給另外一個 你沒有辦法完全了解 他在做什麼的人操作 所以你當然就會得到很不好的結果 是早晚的事情 而且你不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 我們來看一下 你到底為了錢做了哪些事情 你現在一天工作8小時 一個月要做超過160個小時 偶爾還要加班 現在非常辛苦 月薪4萬元 你底薪大概 時薪大概是250 這是算蠻好的水準 但是如果你要得到月薪4萬元 算是要很好的成就對不對 所以你要我們說好一點 你只要念大學就好了 你只要花大學4年的時間 跟30萬以上的學費 好些人更多 可能還要念個碩士 然後出國留學 可能都花超過兩三百萬以上 這是你現在時薪250元 你所付出的努力 我們來看一下 你請問一下大家 你在正式投資之前 你有沒有做過哪些事情 你有沒有付出 事實上非常少 很多人 就是剛剛講的 聽什麼東西說 聽什麼東西 可能三秒鐘就決定了 對 你可能昨天跟朋友吃一場 吃一場晚餐 然後我聽到一個標果 隔天就開戶進場買 對 完全沒有做任何準備 是 那你買了以後 你可能就不管它了 嗯 你投資之後 你每天花多久的時間 在你的部位上 可能也沒有 你說我很忙啊 那為什麼你願意 為了四萬元 工作一百六十小時 你可能拿一百萬去操作 輸贏超過五十萬以上 結果你每天都花不到一小時 是非常奇怪的 是非常奇怪的 如果你不能了解這件事情的話 那你的投資就不容易成功 事實上投資這件事情 比你所想像的 還需要花時間 所以現在就開始 你只要了解這件事情 你現在就開始花時間和精力 錯誤的觀念 你就是一個投資錯誤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個投資 你把你的資金放定存 你就是認定 股市沒有行情 那就是一個投資 那現在股市這麼好 你的投資可能就 不是很恰當 你可能應該要積極一點 所以什麼是好的投資 把你所有的資本 包括你的時間 還有你的資金 放得很恰當 放到該放的地方去 不會全部都放股票 但是也全部不會放定存這樣子 我們來看 你到底有哪些資本 從我們剛剛講的時間 還有金錢 我們來看一下 你總共有這些東西 很多人都只在乎金錢的輸贏 沒想到他輸了情緒 輸了健康 對 這很重要 對 然後朋友的關係 同事的關係 你的心力 精力 金錢 對不對 那你這些東西都是你的資本 如果你未來的報酬 就也是這些東西 也是這些東西 所以要total增加 才算是真正的增加 有些人他當中賺非常多錢 有些老教育員 當中賺非常多錢 但是他眼睛已經完全受損 已經完全無法長時間看電腦 健康去換的 那就非常不值得 我們看到這個過程 到底最關鍵的是什麼 你就是拿時間去換的 中間過程 你一定用時間 經過一段時間 才會有這些金錢 所以說你要說 兩天內或兩個月內 馬上賺到一筆大錢 然後馬上就出去玩 得到很好的享受 關系 那個就是比較不合理的 賭場 對 就是賭場 你是用賭來的 賭 把你運氣用掉的關係 那是非常不可 不恰當的 不恰當 我們一直用時間慢慢發酵 那你 你要讓你自己穩定成長 就算是很正確的投資 所以什麼叫恰當的投資 你選擇自己可以承受的風險 再來才是挑自己想要的報酬 什麼東西都有很高的報酬 對 就像選擇權 他有20倍以上的報酬 你常常聽人家講 這麼高的報酬 那誰不要 我聽人家講 稍為你 約你 我聽人家講 不得了 我聽人家講 我聽人家講 你不是很正確的 我聽人家講 我聽人家講 不得了 那我聽人家講 有20倍 哦 我聽人家講